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跟邓伦再续前缘。 网报十年一品温如言女主是杨子。 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的古装剧一一上线。 其实有的现代剧也已经在拍摄中了,有的还杀青了,代播中。 那么热度最高的代播剧应该就是杨子跟肖战的《余生请多指教》,还有王一博跟赵丽颖的尤斐。 杨子在接新戏。 最为期待的应该就是已经杀青了的《余生请多指教》吧。 毕竟都已经拍完了,这个消息大家也都知道了,所以自然是盼住他能够早日上线的。 网友们和各家粉丝们对于杨子跟肖战这对CP那可是非常满意的,很期待他们两个在剧中的表现。 杨子除了《余生请多指教》以外,目前他正在拍摄另一部古装剧。 这部剧早就开拍了。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说是什么剧了吧? 杨子与吴亦凡合作的青三行。 这部剧自官宣开始就争议不断。 到了开机,现在网上也还是有很多争议,关于杨子跟吴亦凡帆位问题。 本以为迎来了剧组开机,粉丝们也就放下了心里的那块大石头。 不曾想青三行才刚开机就传出了男主此眼的消息。 虽然这个消息还没有经过证实,但是对于各家粉丝还是有影响的。 对于青三行这部剧影响就更大了。 不过,对于女主杨子倒是没什么很大的影响。 因为大家都很期待他演的影视剧,不管男主是谁,大家都要能接受。 在青三行开机之后,网上又有很多消息在转,杨子有一部现代剧即将来袭。 杨子邓伦再续前缘。 网友们再知道男主是谁之后,就有一点坐不住了。 根据网上的那些消息,杨子接下来的这部剧叫《十年一品温如言》。 听到这名字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吧,尤其是喜欢看小说的朋友们。 这本小说可是言情小说里比较受欢迎的。 《十年一品温如言》跟《余生请多指教》差不多,都属于大IP小说。 在网上人气挺高的,拥有很多的小说迷。 书迷们听到小说要被翻拍成电视剧,大家可都是沸腾了。 听到女主是由杨子来演,粉丝们更是炸锅了。 有大V爆料,根据官方粉丝和相关抄话,男主很有可能是邓伦。 杨子跟邓伦这对CP大家还会磕吗? 从花飞花物飞物到香蜜沉沉浸如霜。 两位可是搭档过两次了,而且在剧里都是CP。 两部剧的效果都还不错。 也不知道在搭档第三次,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 期待《十年一品温如言》。 女主温恒由杨子出演的话,相信小说迷们应该是没有意见的。 毕竟实力摆在那里,有颜值,有演技,口碑也不错。 最主要的是杨子演的这些剧,都是大爆款。 他也算是一个自带人气的一个演员了。 如果《十年一品温如言》由他主演的话,相信这部剧的人气也会很高吧。 搭档的男主是邓伦。 这就更不用担心《十年一品温如言》的小说会被毁掉了。 因为两位合作相觅的时候,那可是大家心中的男神女神,都是演技派的演员。 再说了他们俩组CP,粉丝们肯定是没意见的。 两位在合作,估计也是粉丝们的期望。 二哈也是挺希望他们两个主演这部剧的,相信这部剧也会成为大爆款。 不过《十年一品温如言》,这部剧在网上并没有任何的正式官宣。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